RNG战队在昨天,加赛街,段战胜,廖,FW战队后,他们也成功拿到廖小组在第一的成绩,并成功进入四强。 这个结果可能对于所有人都是一次惊喜,毕竟在小组在初期,RNG战队的状态太差了,就连UVI在采访的时候都说,他希望他们能够进入四强。 没想到,才过去廖两天,就从拼命进四强变成廖,以小组在第一往首阔步的进入四强,还享受到廖选择对手的特权,每次次。 而在这个逆袭的阶段,UVI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,UVI作为RNG战队的灵魂,当战队整体状态低迷的时候,他们稳住自己的节奏,拼命D carry。 比如当时小组在首日的节目战,UVI的大嘴神奇的网草丛扔廖个大招,彻底将决进下RNG战队拉下廖胜利,此后虽然经历廖多次战败,但是UVI的发挥依然可圈可点。 当然,进入小组在第二轮之后,RNG战队迎来重生,他们以六连胜拿下廖小组在第一个好成绩。 在此过程中,除了中野一扫颓势之外,UVI的发挥依然神勇,在顺风的情况下更是势不可挡。 昨天以EV和善子妈的弱势组合就把FW战队下路在对线期间就打爆料,更是让解说惊呼,UVI到底有神魔英雄不会玩呢? 经过小组在这11场比赛,UVI彻底成了神话,国内到处都是狗吹,有人称它为世界第一ADC。 然而,狗吹可不单单或有国内友,国外的小伙伴表现得更加疯狂,就像下面这鸡章截图一样,国内习惯称呼大神为大腿,而国外直接就称UVI是爸爸料。 确实,UVI无论是顺风还是蜜蜂局,发挥都非常的棒,就MFI记忠在小组再来看,它却是配得上这么多的美誉。